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这辆BJ30 先看一下外观 首先这辆车整体的风格我觉得跟BJ40还是比较像的 前脸你就感觉有非常多BJ40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它的中网跟大灯 包括下面方形的日间行车灯都感觉像一个缩小版的BJ40 另外这辆车它的车长是4505毫米 然后轴距是2675毫米 整个侧面它的前后轮孔都有一点往外的宽体的设计 轮圈用的是18寸配的是一个顾薄的轮胎 然后车尾它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条 下面还有三个跟车身同色的装饰在后杠上 并且跟前杠也有这种装饰 它是一个呼应的设计 车内首先一坐进来就感觉跟外观一样 这个内饰也是比较硬核的感觉 然后做工跟用料它上面用的都是硬塑料的材质 中间这个位置有些皮质加缝线的面料 另外就是你可以看见它这四个出风口 也是非常大的这种圆形的就感觉很硬核 然后还有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前面用了一个液晶的仪表 它这个屏幕的显示的色彩跟清晰度 我觉得都是OK的 第二就是它中间的这一块屏幕 虽然功能上还是挺多的 有全景影像还有导航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UI的系统 感觉放在2021年就显得有一点老了 最后下是它空调的控制按键 虽然它有实体按键 但是其实它的一些功能也是要在屏幕里面去看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屏幕里面 尤其是调空调的这个设置的界面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去看 尤其你在驾驶的时候不是那么方便 然后配置上呢还挺高 它两边座椅都带有通风跟加热的功能 其他的配置呢 大灯雨刷空调也都是自动的 然后前面这个方向盘整体手感是比较粗的 我觉得手感还不错 但是尺寸稍微大了一点 前排的储物空间门板这边有一个大的储格 方向盘的左边一个小的储格跟一个卡槽 中控台有一个放手机的位置 里面有两个USB跟一个12V的电源 往后这边两个杯架 然后打开中央扶手 里面的空间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平 前排基本就是这样 对了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它这个座椅啊 刚坐上来你会感觉稍微有点用 OK再来看一下后排呢 刚才呢我在前排调座位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事啊 就是它的方向盘只能上下调节 不能前后调节 所以你想调到一个合适的驾驶位 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调好了 我的身高是1米78来看一下空间 腿部呢是有两拳的空间 头部呢大概有两指的空间 所以头部空间不是那么充裕 但是好在呢 它上面有一个全景的天窗 所以你坐在后排整体还是比较通透的 那另外呢它整体的座椅 其实跟前排一样 就是也是比较硬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中间的地台 它有一个小地台 但是还好的 就是你脚放在上面 就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很高 所以后排坐三个人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后排的配置上呢 就是两个出风口 跟两个USB的电源 然后所以后排乘客充电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刚才呢也看了一下 它的后备箱 首先呢它是电动了北门 这个在这个级别的车型上 还是挺好的 但是呢就是它整体 后备箱的空间上 我觉得做一辆进走型SUV不是特别大 那这就感觉它静态的感觉了 接下来呢咱们把这辆车开起来 来看一下它动态的感觉 OK把这辆车开起来 来看一下它动态的感觉 首先呢就是你坐在这儿 你就会觉得它的视野不是那么好 比较像那种硬派的SUV 因为呢它前面那个车窗 因为它整个这个车身造型的原因是比较直的 那直就带来的就是它整体 视野上是比较一般的 然后它的一些基础的参数 1.5T的温轮扎发动机156马力 230牛米配一个6AT的变速箱 那整体来讲呢我觉得它的动力 对于这辆车来讲是一个够用的水平 包括你如果在高速上想做一些超车 这都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那不过呢它这条变速箱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它在换挡的时候 尤其是降挡的时候 它会有些顿挫 你在车里面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呢就是它的整个降挡 就是你如果深踩降挡的话 这个反应确实有点慢 你可能提前得留个一秒多的这个富裕的量 你比如说超车的时候 你要提前踩才行 所以降挡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慢 那另外呢它整个底盘是那种偏舒适性的调校 就并不是特别硬 但是对于震动的过滤我觉得是OK的 转向的手感呢其实我觉得还挺好 就是它并不是那种一味的轻 整体的阻尼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包括精准度我觉得也还OK 不过呢这辆车隔音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好的 首先就是发动机噪音比较大 第二呢就是它的胎噪我觉得也稍微大了一点 那胎噪你后期如果换一个更好一点的静音省油的轮胎 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 那最后呢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辆车就比较适合那种 我想要一个比较硬朗的外观跟内饰的这么一个车 但是开起来呢还是比较舒服 比较偏城市型SUV的那种感觉 这辆车就比较合适 最后呢它的预售价是从10万6到12万6的这么一个区间 然后预计呢它是在上海车展之前 也就是过两天上市的这么一个情况 OK了那这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黄磊 咱们下期再见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